据东斯新闻报道 被美称为钢铁V的徐若萱晋升人母之后 发挥为母则强的能量 强大到让人佩服不已 怀上小微宝时 她卧床162天 天天吃13颗药 也就是这段日子里 她最少吞了2106颗药 入院到生产打了300剂安胎针 回想起来连她都觉得不可思议 徐若萱接受专访 回忆起怀孕时辛苦的日子 生产时医生建议她剖腹 但徐若萱听说自然产对宝宝最好 所以打死不肯剖腹 医生用尽所有的方法 我都产不出来 白天医生告诉我 Doughton的头因为挤压已经肿了一个包 听到之后我心疼了 才决定立刻剖腹 当Doughton终于来到这世界 徐若萱进手术房时 忍不住眼泪溃滴 我很想马上告诉她 我是妈妈 想唱歌给她听 好像那样就可以唤起她 在我肚子里时的回忆 告诉她不要哭 天塌下来 有我在 不要害怕妈妈在这里 平时被大家簇拥的徐若萱 一见到小微宝 无论多么劳累 总能马上露出笑容 她笑说 有时候你甚至觉得 她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